那臉忽然間腫起來 腫得很厲害 也不知道多嚴重 你一聽到吭聲 你就覺得好像你要死了 我就是好像我們覺得 我們好像就把死亡跟癌症畫上等好 我自己好像一隻蝴蝶 飛著飛著被人拍一聲 拍了你落地 那蝴蝶不死得的 但在地上很掙扎 好想飛又飛不到 死又死不去 我其實癌症在十五年前 當我做那個造影測試的時候 就發現了左邊的預防是有一些問題 然後很快就由手術醫生決定 我立刻要去做撤除的手術 我當初也是很偶然地發現我有癌症 因為我從來也沒有想過我會得癌症 而且是胸癌症 因為我們家庭裡面沒有人有得過這種病 當我發現要做的時候其實都挺大的負擔 因為我的大兒子剛剛面對大學畢業 而我的女兒就剛剛是想高中 一下這邊是加拿大 那麼多事情發生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辦 什麼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就是精神上壓力挺大的 然後又他這邊要做很多的檢查 所以我覺得 我記得我說給我大哥聽 說我有癌症 我大哥就大我很多 我覺得 後來 就是我安慰了我哥 不是我哥安慰了我 他們都是很擔心的 不是只是個病人的 就是開刀做檢查那些 我覺得是受了很多苦 因為我自己從來沒有住過院 或者什麼 也不知道要怎樣 工作上要怎麼處理 我生活要怎麼處理 怎麼去醫院有時候都很多問題 那當時我先生就 還要我找人去來支持他 因為他真的很震驚 他接受不了 是我想開車 我的兒女不讓我開 另外一樣 你的胃口是沒有那麼好 我認為中國人和西人 對這個癌症的看法 和他文化的分別 是有 因為 其實有的時候我覺得 很多事情我不怎麼喜歡 跟中國人分享 因為怎麼講呢 我覺得中國人 他們有的時候就好像是 閒話家常那樣子 就是有的時候 我是覺得好像有一些事情 就是我跟你很親近 我願意跟你講 他們就變成 我知道好像就是 講什麼 就是會到處這樣子 我就是不太喜歡這樣子 我不會覺得 我會怕別人看低我 或者 甚至我曾經有朋友都說 你怎麼要 讓別人知道你有瘀癌 別人第一隻眼就要看著你那個位置 我說沒有所謂的 因為我經歷過 我想希望 別人會對自己的健康負責 還有有些 是 還有很保守的看法 他保守的看法 就是很古老的 而我們中國人 應該 盡量去瞭解 現代的 醫療的方式 也有一個原因 可能他們的言語方面 譬如說 如果不幸運 他們不一定見到 中國 溝通 很了解的醫生 跟他直接說的時候 他靠翻譯員 或者他家人 他都是沒有什麼信心 所以變了 多少都有些折扣 所以我們也注意 這個環節 是有這個輔導員的 譬如說有這個翻譯員 是在場協助的 如果譬如說 病者或者是家人 他們要肯定是有沒有 我來的時候有沒有翻譯員的時候 他們都要 可以問和護士談一下 說清楚是 我要一個翻譯員 這樣 希望其他的人都要學習 最重要是你要負責你的健康 上天給你的身體 你父母給你的身體 是你自己去負責它 是吧 好像一波樹 可以是很貌成的 但是你又不淋水 那沒有辦法 好的 我這裏 срав perception 剛剛不替歇 一些ugg致性的 很多人都害怕 自己嚇自己 嚇死了 我有癌症了 不要害怕 勇敢不是一定 沒有害怕 勇敢包括 我有時都會害怕 但是我可以有方法 去面對害怕 就不像害怕 令到我們的生活一塌糊塗 我們可以好像 做了害怕的老闆 我是可以去 調動害怕的 害怕就不是說 去控制了我的生活 我是可以去控制這個害怕 還有勇敢去明白 癌症的資料 很多時候在網上 找到這些資料 但也要清楚 你在網上找的資料 是否正確呢 要跟醫生去談談 И這樣 你們在 Miranda 測 lub去的人 Union 探索 探索 體激 但我很希望如果有機會的話 職業的輔導專業人士 他們除了重點在病人之外 我想他們的家人都很重要 不要用教育 要令他們整個家人 都要一起共同負擔這件事 變成病者會舒服很多 在我們的輔導服務裏 除了病人本身會提供輔導之外 家人或者是朋友親屬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分子 除了輔導 譬如有些家庭可能因為病了 不可以上班的時候 他們需要一些病假或者一些藥物的支援 或者甚至來到我們的中心的時候 沒有人載他們 我們都有一些義工去幫他們 除了是心理輔導之外 一些很基本上的支援 我們也有同事會去協助 我認為那些人 人們覺得他們是勉強的 他們不覺得是幫助 他們不覺得是幫助 而且恐慌會減少 當你發現自己自己的力 每個患者的患者 都會有更正確 跟他們有更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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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們的世界 和生活 甚至是患者 患者會避免 所以在開閉 開閉和開閉 開閉和開閉 我們經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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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 有了這個病 並不是代表 是一個末路 而對我自己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經歷 所以是給我自己 是一個重生 也都給我自己 學習了很多 在這個過程裡 你說我有沒有想過 正面的意義 有了 我們要向好方面去想 不要悲觀 出發